中共在香港的血腥暴力 嘗試在北京粉飾的太平 《北京的國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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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1日 香港市民針對性同時在6個地區 發起了沒有國慶 只有國殤的反中共暴政 爭取自由的大遊行 中共在香港再次露出殺虐的邪惡基因 大使在香港拘捕抗爭市民 甚至公然向抗爭學生近距離開槍 種種血腥暴力的手段 撕下了北京在十一的粉飾太平 十一中共號巨資 在北京大搞涉國70年的寿宴 搬出各種槍炮 在天安門廣場展示自己的實力雄厚 為了這場仇宴 由網絡到北京各區層層報房 由廣場到廁所處處設崗 北京城各商鋪關門 百姓出門受限制 北京被搞得好像一座死城 不過中共精心安排 過無聲平的仇宴 最終還是被香港抗爭市民 搶走了封炮 為了八一百萬人留宏室 在宴 十一中共四大陰招 攀悶交通 製造恐怖 暴力威脅 新聞封鎖 對於在十一最需要面子的時刻 中共千方百計 阻撂八一百大規模反送中遊行的再現 中共早已預謀地進行了多方面的干擾計劃 企圖以暴力恐嚇手段 將香港逆權運動強行打壓 將暴力升級至實彈攻擊 公然向抗爭學生近距離開槍 中共和港府 由9月30日下午到10月1日當日 陸續宣布關閉地鐵和巴士等多個主要的交通站 1日港鐵再次宣布 除了金鐘站、灣仔站和太子站 當日起暫停開放之外 由上午11點起 還關閉了銅鑼灣、深水堡及黃大仙等11個車站 下午開始港鐵多個車站陸續關閉 全港港鐵幾乎停駛 巴士公司也配合當局 採取了類似的決定 1日近百條巴士線暫停服務 改行繳道 市民聚集的遊行地點附近 幾乎全部停駛 當局有計劃、有目的感 令全港交通陷於癱瘓 企圖阻礙香港市民外出 公民黨前立法會議員陳家樂 批評政權想製造恐怖氣氛 包括用方法威脅商戶關門 港鐵和政府配合 雖然沒有引用緊急法 但是已經變相戒嚴 30日香港警方在記者會上威脅性預言 明天10月1日的情況將會非常危險 出現非常暴力襲擊事件的可能性極大 並且進一步說 襲擊事件包括殺警、假扮警員殺人 在商場、港鐵站或油站放火 招募死事參與暴力行為 接著警方還公布9月29日遊行當日警察的戰績 總共拘捕了146人 警方發射超過300枚催淚彈 過去一個星期 總共拘捕了157人 年齡介乎12至63歲 其中67人是學生 佔所有被捕者43% 9月30日晚上10點左右 一名男子在灣仔諾克道249至251號的高處危站 向街上大叫 警察逼人跳樓 香港人救命 消防員到場擺放棄展 有現場消息指 該男子的叫聲很奇怪 真假難辨 如果說是配合警方預測的恐怖事件 更為合理 十一當日 在荃灣大河道附近 警察與抗爭市民發生衝突 一名警察拔槍 在不夠一米的極近距離 用手槍指向一名年輕人 年輕人用棍棒 擊向警察持槍的手臂 警察在未有警告下 立即向年輕人左邊恐怖開槍 年輕人中槍倒地 事後警方迴避 警察在極近距離開槍 扭曲事實狡辯說 當時有大批暴徒襲警 警察生命受到嚴重威脅開槍 香港新聞界一直是中共大力度控制 影響和滲透的目標 中共慣用的伎倆 針對文明社會的認知 沒有獨立的媒體報道和分析 很難拆解社會現象 香港傳統的兩家免費電視台 本來無線TVB是比較獨立的電視台 現在已經被市民稱為CCTVB 除了上網搜索之外 大家還是喜歡透過電視 知道社會事件 現在在觀眾眼中 相對獨立的有線電視 在報導逆權運動的時候 可以看出偏頗 例如在報導警察的行動時候 會先描述抗爭者做了什麼 才行動 現時坊間也很清楚 有警察出現才會出事 10月1日當日的新聞報道中 甚少播出山海大遊行場面鏡頭 看到的只是同步畫面 在幾個地區 對警察拘捕抗爭者的情況 中共摘據知慶祝涉過70周年 塑造歌舞聲平的面子工程 企圖以暴力恐嚇手段 打壓香港疫權運動 在十一遊行主會場的銅鑼灣 抗爭市民由四面八方聚集 市民舉起 沒有國慶 只有國殤 結束專政 還政於民等標語 撐起象徵散民的雨傘 浩浩蕩蕩向金鐘前進 沿途形成巨大的人流 再現八一八遊行的壯觀 香港山海 翠翠展現在鏡頭面前 展開香港人 沒有國慶 只有國殤的十一抗爭 香港人爭取自由 明知是倪伦激石 依然無懼前往 香港人爭取自由 人人都是坦克人的精神和器概 多次贏得国际社会的支持 同时也令外强中干的中共恐慌 当一百二百万港人站出来的时候 已经令以伟刚正粉饰太平的中共 颜面掃地 揭露出中共暴政 终归不得人心 子弹终归挡不住山海的浩然正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